由中信集团捐资转型的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不但弱势生免学杂费,一般生大一成期前50%,大二业同样免学杂费,每年吸引很多优秀高中生就读。本报资料照分享,为鼓励弱势生就读。 明年不少大学寄出申请入学免珍视费及补助珍视交通、住宿费、兼免学杂费等服务措施。 佛光南华大学清盛更一律比照公立大学收费。 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出弱势生学杂费全免大一成期前50%的一般生,大二也可免费就读。 多元入学早期被执意为多钱入学,尤其个人申请,每人最多可报名六校系。 第一阶段每校系报名费100元,低收入户子女免费,中低收入户减为40元。 通过学策筛选后,第二阶段珍视美系还要各缴几百元到1500元不等的珍视费,连同交通、住宿费,有的考生要花上两三万元。 清大教务长戴念华指出,清大多年前就推动低收、中低收入户考生报考二阶段珍视免报名费, 且补助来校珍视往返的交通费及住宿费,离岛考生甚至可补助及票钱。 此外,清大个人申请也特赦三组续日招生,降低学策门槛,悠闲录取经济弱势生。 戴念华说,清大个系低收、中低收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还可申请续日奖学金,除学杂费减免,每年还可领十万元奖学金。 最多零四年,让学生能安心就读,不要忙于打工,盼毕业后能翻转阶级。 戴念华指出,去日祖学生就读平均表现不错,有的还是班上前几名。 台南市中信金管学院由中信金控集团台采公司捐资转型,也本着台采的公益理念。 校长施光训说,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申,账生。 原住民等若是清寒生免学杂费,每学年平均成绩及格,毕级可训练到大次,令每月还有服务助学金5000元。 假日每天餐费带金200元,大一成七千百分之五十的一班生,大二学杂费也全免,也因此中金院即使刚开学,拖书馆也至少做了五成学生在开书。 至于新云法师创办的宜兰,建佛光大学,嘉义建南华大学,低收,中低收入户考生也都免征试费,两校学生更一律比照公立大学收费。 四年可省下20万元,对教生大有帮助,南华大学还标榜校内健康书时同感价,30元吃到饱,四年可省下9万元餐费。 其他像大业大学,低收等五类,若是生存免收真实费,另补助真实交通费,自强号车资未上线,及住宿费每人500元。 至于玄奘大学,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户考生也一律免缴针试报名费,另提供低收入户考生面试往返交通费补助。 到江科技技管理学院低收入户子女免缴针试费就读后学杂费全免中低收入户子女减免60%真实费,学杂费也减免60%。 各校服若措施相见真选入学委员会首页,依序点选申请入学校细分则查询,查询各大学校细分则之共通说明事项。